这应该是选我一二口碑最好的猴子了 他叫星星 又名冯春 虽然说是一只藏球猴 但他生平干过最坏的事 也许就是偷了一看猫粮后 觉得不好事就翻了回去 大约15年前 冯春一误处山上野猪夹 被利人抓住的冯春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最后断了一臂 后来紧急转手 一位姓李的大哥处于善心 高将买下了冯春 然后将其放归了山林 因为断臂野外找不到食物的冯春 又跑回到了人类生活的地方 一次在宁波市 洋户店投出贡品时 他系好了这里的主持千诗台 诗台看到冯春后 不仅没有将他赶走 还让冯春捉成声 一开始冯春也很谬皮的 经常恶作剧 两人经过十多年的陪伴 诗台成功感化了这只猴子 与欧美上的猴子不同 冯春温顺乖小 眼睛轻涩的像大学生 他因此成了网红猴 在洋户店 冯春还有个好朋友 是一只小猫 他从来不会让他体型欺负对方 两人相处得好要和谐 一起吃东西一起休息 冯春看着对方 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眼神时刻在小猫身上 那种默默的关心 都溢出了屏幕 他经常都轻柔的 拔着小猫的背 给小猫抓挑走 等小猫一回头 又会立马放下手 看向一旁装作无事发生 小心翼的样子 简直不要太卑微 如果说冯春做过最大的坏事 那就是偷吃小伙伴的猫粮了 趁对方不注意 一把三进嘴里 结果发现不好吃 又头目放了回去